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一触即发 可就在刚刚火箭队公布了与马刺队季前赛的首发名单 哈登联手戈登 伍德等人继续首发 一连两场比赛都首发出场 火箭队和哈登也用实际打破了交易传闻 最早发布76人愿意用西蒙斯与火箭交易的GNBA著名记者Volch 随后The Athletic记者Shanks也跟进报道了此事 但就在刚刚Shanks有更新消息 称76人方面拒绝用西蒙斯作为交易 很显然他们对于火箭队狮子大开口的要价 已然失去了兴趣和耐心 要说76人试图交易哈登的消息 绝对不会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众所周知本赛季76人通过一系列交易营员 已经暴露了他们的野心 如果能够换来哈登与恩比德搭档 再服以哈里斯 格林以及塞斯库里等人 绝对能够成为东部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可以说76人管理层下决心用西蒙斯交易哈登 也是做了极大的赌注 只不过他们这样的报价仍旧未能打动火箭 现阶段火箭与哈登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一方面火箭仍旧希望维持好与哈登的关系 毕竟在尚未完全撕破脸皮之前 他们仍希望能够继续挽留哈登在阵中 这也是为什么哈登一再要求交易 并且拒绝参加训练营之后 火箭队管理层却依旧不闻不问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 火箭队暗地里也在听取多支球队的报价 参考之前 霍勒迪加盟雄鹿时换取到的多个选秀权与优秀级战力 实力更强的哈登 理应能够换来更好的筹码 因此火箭队也保持着足够的耐心与克制 去等待最佳筹码的出现 按照NBA董事会的最新决议 球员交易市场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25日 这也就意味着火箭还有半个赛季的时间 去考量哈登的态度 以及球队新阵容的实力到底如何 如果新赛季哈登能够回心转意 球队在换来沃尔 伍德和考星斯之后 能够打出理想的成绩 那么他们大概率会保留现阶段的核心体系 一旦哈登仍旧是态度散漫 没有拿出足够的敬业态度 那么火箭也可以在交易截止日前将其交易 手握哈登的火箭目前也在这笔交易中 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权 明年夏天NBA自由市场的大鱼少得可怜 除了伦纳德外 也就只有年龄稍大的戈贝尔 洛瑞以及霍勒迪 17年星旧里福克斯和阿德巴约已经许约 剩下的也就马尔卡宁 狼佐豹尔之流 因此对于一些想要在短时间迅速提升体力的队伍来说 哈登不失为自由市场上最好的选择 也因此火箭或者这么一块肥肉 也是根本不愁下加 但短时间内交易或许还不会发生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